A.M.Watt News 跟大家說一件案件 對不起,其實這不是一件案件 因為已經經過警方的調查 雙方涉事的人士和解了 我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昨晚的凌晨時分 有兩個女士坐的士 由機場去赤柱的馬坑村 其中一位女士由華地下車 之後另一位去赤柱馬坑村才下車 當時的車資是四百多元 女士主拿了五百元出來 司機說他沒有足夠的現金找足 女士主提議可不可以到附近的商店去找錢 兩人就發生口角 期間司機強行開車 並且說要將車駕駛回機場 這件事其實那位司機 最後就是駕駛了五公里 去到淺水灣道99號對開 這件事就奇怪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其實可以慢慢跟大家一起分析 拆解一下 首先五公里的概念有多長呢 五公里就是大概是由金鐘灣仔一帶 一路把車駕駛到側如沖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司機曾經報案 就說是被女士主拍打的 不過這樣 我很奇怪 其實如果有看電影多的人 都會 我想一些場面都見不少了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想捉另外一個人 捉了他上車 那個人就在後面 如果那個駕駛的那個人 被人在後面不斷拍打的話 基本上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下一個畫面 就是軚盤左領右領 然後就撞到山邊 但是這次這個司機很厲害了 在被人拍打的情況下 都可以駕駛到五公里 那究竟 這個女士主的所謂 向這個司機拍打這個行為 究竟力度有多大 以及持續性有多久呢 是不是真的一個所謂的攻擊性的行為呢 以及就是說 究竟這個女士主 她在什麼情況下 是有這個攻擊性的舉動呢 她當時的心情又是怎樣呢 她是不是覺得自己被人 禁錮了在車上面 所以很擔心很驚惶的情況 才做出這些行為呢 另外一方面 其實這個女士主 當時也有報警的 那為什麼這件事其實呢 疑點重重的情況下 到最後大家又會是和解私了的呢 其實這件案呢 疑點還有一些其他方面 我都覺得就挺奇怪的 首先就是 其實當這個司機說沒有錢找那一刻 的話呢 其實呢 究竟她的目的是想做什麼呢 其實 她如果說沒有錢找 別人說她搶錢又不給的話 究竟這個警方有沒有調查過 她有沒有濫收車資的意欲 或者一個嫌疑 甚至乎 是不是一個的舉動上面是相當奇怪 還有就是她後續 把車在一個 得不到女士主的同意底下 開了五公里 又怎樣去理解她這個行為呢 而這個行為更加是不是 也是已經 是否涉及一個禁錮 這種所謂刑事罪行的成份在裡面呢 我們現在說的呢 全部都是花生油來的 一些是花生料 因為呢 在現在的情況下呢 其實這件案呢 已經呢 在警方的術語來講呢 就是no case 即是說沒有案的了 所以呢 沒有人會去調查 沒有人呢 需要呢 為這件案呢 負上任何的刑事的責任 不過我覺得 如果這件案 真是這麼普通 真是沒有任何的一些疑點的話 又怎會成為了 今天不少新聞網站的 頭條新聞呢 我覺得呢 警方的高層呢 雖然這件案 到現在這一刻是不成案 但是 其實警方的高層 如果想呢 跟市民多些溝通的話呢 其實也都應該呢 給多些資料 市民呢 以作參考的 如果我下次 我遇到這樣的情況 司機又是不找錢給我 而也都載了我去第二道的話 我是不是 也都應該逆來順受 任何事都不做 而在車上 就讓他載到哪裡就哪裡呢 啊 這一切呢 其實呢 我都不會有答案的了 不過呢 最後呢 也都想說一說 就是說呢 其實呢 這次涉案的司機 據說呢 就有人呢 就曾經涉及 多宗懷疑的黑的案件 被調查 那究竟 這些的蛛絲馬跡 今次警方 又有沒有作為他們 今次調查那時候的 其中一些的考慮因素呢 當然 以前犯過事 不代表現在會犯事的 不過 其實呢 這些資料參考呢 我覺得呢 作為查案的人 應該來說 都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的 不過這樣 其實之前呢 還有另外一宗 在深水埗的 這個偷狗案 到最後呢 事主拿回那隻狗之後呢 也都是沒有人被捕的 我就不想呢 去將這兩件案呢 和香港的這個 所謂案件發生的數字呢 連連下降呢 去作出一種關聯性的聯想 不過 其實 我相信呢 究竟香港的治安情況是怎樣 而市民呢 其實他們 活在一個 是相當之安全的 香港這個的情況底下 面對 或者見到這些事的時候 大家又會有些什麼的想像呢 今天跟大家談到這裏 作詞 作曲 作曲 資訂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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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劉 Horror